哈囉大家好我是舉白貓 我是小楊 又到了排油減藍的單元啦 那這集我們要來解答的技術是 低手接球 那低手接球呢是排球所有技術項目當中 最常使用到的一個技術 也是新生呢 最開始練習的基本動作 那相信大家都有經歷過原地向上擊球啊 或者是跑動傳球 甚至是對著牆壁 拚命的瘋狂墊球培養球感的經驗吧 好說了這麼多 想必大家對低手這個動作 肯定不陌生吧 但其實在低手接球裡面 還有許多的技巧與美感 是你不知道的喔 那在影片正式開始之前 先讓我們來介紹這雙 由亞瑟士乾爹提供給我們的 ASICS GELTATIC球鞋 膝底配有多方向凹槽耐摩大底 能夠增加各方向的抓地力 並且在前與後腳跟的地方 配有緩衝與支撐功能的GEL膠 讓我們在起步與落地的時候呢 有著更好的支撐與緩衝功能 另外在中橋的部分 加大面積的TPU TRUSTIC 抗扭設計 能夠讓鞋子有著更好的穩定性 搭配設置在鞋面的 Tape Sign L 穩定墊 在任何時候都能夠包覆腳掌 讓我們有更好的安定感 簡單來說啊 新函的GELTATIC 提供了我們運動式的支撐效果 也加強了各方面的穩定性 來保護我們腳部的安全 所以 不論是初學者 戲隊 甚至是需要長期投入練習 甚至是比賽的缺友來說 都是不錯 而且是高CP制的選擇喔 接下來就讓我們來穿上這雙球鞋 進行接下來的 預備動作講解吧 那我們就來分享一下 預備動作 該如何呈現吧 首先喔 我們可以用一個 很輕鬆的站姿 站立 再來呢 像是站三七步一樣 讓我們的雙腳前後站 那不服的話呢 可以稍微比肩膀寬一點都沒問題 最後呢 是讓我們的雙手 像是要撐在膝蓋上面一樣 先稍微撐在膝蓋上 那其實這個呢 就是一個很標準的 接球的預備動作 那我們可以透過反覆的練習 站起來之後 重新的撐回到我們的膝蓋上 透過這樣子的反覆練習 當我們熟悉姿勢之後呢 把我們的雙手 稍微的抱在胸口 準備接球 這個就是一個很標準的 接球預備姿勢了 那介紹完預備姿勢之後呢 我們就要來介紹 我們要如何接球啦 我們接球的時候呢 是要透過我們兩隻手 交疊在一起 讓我們的雙手呈現一個 V字形的狀態 並且用前面這一段 V字形的前段 去做接球的動作 那特別的地方在於 我們接球的時候呢 我們大拇指要往下壓 並且把我們的內軸 稍微向外翻出來 去製造一個安定的力矩 這樣子我們在接球的時候 才不會有勾手 或是甩手的動作出現 那在雙手交疊的這個部分呢 就會有以下三種握法 那我們會一一為大家做介紹 首先第一種是交疊式 那交疊式呢 顧名思義就是 將兩隻手的手指 交疊在一起 那交疊後呢 把我們的大拇指 向中間並攏 並且往下壓 這樣子就是一個 很標準的 交疊式的動作 那交疊式的特點呢 就是它這種動作 能夠製造 手部最大的安定感 在接球的時候呢 也比較不會因為球的力量 而破壞整個手部的結構 那第二種呢 是抱拳式 那就是你的左手 或者是右手 呈現一個半握拳的狀態 那另外一隻手呢 自然而然的 把它包覆在裡面 那這種 接球的動作呢 這種握法 其實呢 能夠 快速的將手併 但是相對於交疊式的話 穩定性也比較差 所以呢常常會有一種 欸蟑螂虛 食指 食指凸出來的這種情況 那第三種握法呢 是叫所謂的 Pones Up 就是把你的手掌心 朝前 接球的預備動作 那它其實不算是 握法的一種 它是一種 專門在對付 可能是 比較強的 扣球 的時候的一個 預備的動作 那這種動作呢 主要是能夠應付 像剛剛講的 快速的扣球 或者是說 能夠較快的反應 去勾起 前面的 吊球的一個 狀況 所使用的一個 預備動作 那再來我們來介紹一下 如何透過身體 來改變接球的角度吧 那其實會有兩種方法 在國外的論壇裡面 常常看到這兩種方法的 討論 那第一種呢 是所謂的 Mid Line Passing 就是所謂的 接球的時候呢 讓球呢 落在兩個 肩膀的正中間 有點像是在軀幹的位置 那透過身體 不同面向 改變反彈 球的角度 那第二種呢 是Angle Platform 有點像是側身接球的感覺 他的接球點會落在肩膀的外面 透過兩個肩膀高低的不同 改變手臂 這個V字形 接球平面的角度 來達到 欸 球 彈到不同的方向的效果 那其實這種球呢 在接的時候 比較像是 在接發球 或是接嗆時的時候 遇到的 可以使用的一個技術 那強調 Mid Line Passing的 這些 教練呢 或者是選手呢 他們主要是強調 Mid Line Passing 因為他是透過頭裡面在軀幹 改變軀幹身體的角度 去做反彈 那反彈出來的球值 跟判斷 球的 路線上 會能夠比較穩定 重點是在反彈的時候的球值 那另外一種Angle Platform呢 他的擁護者呢 主要是強調 因為他是在側邊接到球 不論是左邊 或是右邊 當選手 接完球之後 他其實可以比較流暢的 去進行下一步 比如說接完球之後 去做進攻 或是接完球之後 跑到網子 下面去做卡把 所以 兩邊的支持呢 支持者 都有自己各自的立場 那 其實 也沒有所謂的對或錯 就看大家習慣 使用哪一種方法去做 球的反彈 改變球的角度 介紹完基本動作 以及 反彈球的技術了之後呢 我們來請小楊 幫我們糾正一下 在第一手接球的時候 有哪些錯誤的姿勢吧 好在常見錯誤部分 我們會分為以下幾點來做解說 第一 重心壓低 首先在接球的時候 有些球可能會有 蹲不下去的問題 甚至說 誤會蹲下的意思 而一直將 屁股向後推 一般來說我們在接球的時候 會把重心放在 前腳掌上 如果你有 蹲不下去 或者是說 屁股向後翹的朋友們 可以嘗試著 把身體放在 前腳掌上 去做改善喔 第二點 站姿 這邊也提醒大家 在站姿的部分 是雙腳前後站 而不是平行站 否則 就會變成相撲 而不是在接球囉 第三點 甩手 在接球時 有些朋友可能會出現 甩手的動作 那這個動作呢 可能是因為 太想要把球控制到 想要去的方向 或者是說 想要把球打高 但其實 在球的飛行軌跡中 已經有他的 速度 與力量了 所以這時候呢 我們只需要 將手 變成一個 牆壁的形狀 讓球反彈到手 而推出去 即可 而不是用手 去做一個 強拉的動作 所以這時候呢 我們要做的 只是 需要控制 手的角度 而讓球 去做反彈 第四點 上下半身分離 有些朋友 會將腳 蹲很低 而只用手 去做 擊球的動作 另外一種方式呢 他會先將 膝蓋 站直 最後 再出手 去做擊球動作 但這兩種方式呢 都不是最好的擊球方式 而是要 手 腳 一同連貫喔 以上內容就是我們今天 排球鞋來的 教學啦 那這次的拍攝影片 也很感謝 我們亞瑟士大乾爹 贊助我們 排球鞋 他叫做 Gail Tactic 排球鞋 那他是一雙針對入門 到處 需要長時間穿 他訓練的 選手 都算是 高CP值的一雙排球鞋 那小楊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這雙鞋 你穿起來 他的感受如何吧 我覺得因為這一次有 中底的加強 所以其實在訓練當中 可以感受到他 非常的 高的穩定性 那我穿起來的時候 也是覺得蠻安心的 那我自己的話 因為他前後腳掌都配有 亞瑟士膠的關係 在落地或者是 急停緩衝的時候呢 都能夠提供我 很好的支撐感 大家也想試試看 這雙球鞋嗎 現在亞瑟士也提供了 很多雙球鞋 要送給大家 那詳細的抽獎辦法 請上我們的 官方臉書及IG喔 最後的最後 也別忘記幫我們的 影片按讚 分享 那也別忘記 開啟小鈴鐺 這樣才能收到 第一手資訊喔 如果有任何的疑問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 我們會盡可能 為大家做解答 我是橘白貓 我是小楊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